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孫中山先生革命 中國成為民主國家 一百多年來他們的這個交易方面改善好像還差我們很多 我們可以比較優雅 優柔 優雅一點 可是他們還是這樣子大聲大吵大鬧的 所以這個就是從小的一個品德教育 那麼我們師父所主張的就是有八德的教育 那我在大恩寺上課的時候我看到了師父的墨寶 第一個他說 忠 忠心 忠國 忠於家 忠 就是忠於自己的心 不要违背良心 忠於國家 不要违背法律 國家的法律 忠於家 不要违背家庭的倫理 這是我簡單的一個注釋 至於笑方面 師父講 孝養父母先孝心 大家兼各師父做幾年來的這個調教 我們要孝順父母 最重要的就是說要誦經念佛回向給祖先 這是最大的孝心 大家都這樣子做的話 這個家庭就辛苦 當然社會就和諧了 再來講到人 師父講 人愛行政事 真賢 那你現在是民主社會了 主政者 他是我們的公僕 他要把人民的這個意志為依歸 不能說我是主政者 我就是民主的主人 那這個就錯了 你要做賢人 為人民來磨福利 這個就是能貴成為賢人 第四個 愛 愛心大吉滿世間 你要讓愛心持悲心充滿了社會 從小就要培養 你長大的時候已經定型了 就比較困難 那第五個 信 信實為人可成勝 這師父提到 你要誠信實在不虚為不欺騙 不抹黑人家做一個光明正大的人 這樣子才能夠成勝 剛剛說人愛行政可以成賢 要成勝 那麼再來我們看意志 一禮平直通天堂 這是我們最後的目的 你要成賢成勝最後到天上去 回到我們自己的老家 好 想讓待人公平 要公平做一個公正的人 再來第七個 合 他說 合 去相處 習善緣 大家知道 我們來到世間 經過裂結的投胎輪回 所以我们身边的人 可能都是我们的父母 子女 亲戚 朋友 所以我们旁边没有敌人 大家要珍惜当下的情缘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再来最后一个平等 平等待人见自信 书开始大家都平等 每个人心中都怀疑过一尊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见面的时候 大家都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就可以我们以后可以回到老家 天上的老家 那我们的这个学校的 那个维心圣教的这个制度 就是说我们初级班两年是中心学士 那毕业以后进到正级班三年 成为孝心贤士 再三年成为仁爱 人心贤士 这个就是中校仁爱心理和平 八个八正道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品德教育 是从这八正道开始 那么另外再调到我们 维心圣教我们也是一个社会的教育 我们除了一般的教的课程之外 我们还教导有一些妙法 宗教方面的妙法 师傅开始说 你要跟老祖师尊会心的话 你要念 为心事中为国修道立人天 圣教尊元为民祈福定太平 这个写在我们大雄宝殿两边的那个对联 所以你要跟老祖 会心的话 相拿起来 就先念这一个对联 那才能够应心 师傅也告诉我们 你到别的寺庙去礼佛的时候 也是要先看看 它的对联是什么 你要念上对联 才能够跟这寺庙的 这个祖孙会心 希望说 这是一个简单的法 希望大家也能够学了以后 拿到生活中来应用 不是学了以后放在格楼上面 我们学这个法 就是说 你今天学了 能够应用在生活上 这是最好的 《易经》就是我们的生活 不是说另外一个学问 拿到的法 能够马上来应用 所以我有一个例子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位 经营洗衣机的这个刘师姐 她的家是 座西朝东 座西朝东 神位放在这个北边 是逆水没有错 可是她的这个洗衣机 脱水机等个都在湖边 那这样子我看到这个不如法 并且她的菩萨的像 都已经退期了 所以我建议说 你把这个拿到跟屋子一样的像 那菩萨 关于这菩萨退期的事情 我回去以后 就起了个挂 那天刚好是指月成日 那挂是天雷无望挂 是六冲 又是月破 所以我告诉她 这个菩萨已经不在了 你只要要再重新安的时候 你要拿到佛殿去重新粉丝 然后再重新安身 只要不要的话 你就用妙法普传 你只要十五五十五十 请老祖座主把这个奉送回归本位 后来他们就这样子做了 只有把桌子放到湖边来 那他们的这个洗衣机 脱水机都在楼边 那么大概三个月以后 刘淑姐偷偷告诉我 她现在老公忙得不可开交 这是虽然忙 但是这也是好事情 我也希望她能够继续做得更好 所以这个反正品德交易 那就是以人为主 我们要把这个人叫成为 大家有了这个品德交易后 还有宗教的素养 你单单有学术 没有宗教素养的话 那还是不圆满 大家没有因果的概念的时候 那你只会捆回人会 为非作歹 你有因果观念的话 那这个就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 它不是对自己 整个对人类 大家就知道 臭养成脱的时候 我们送了天德经 天坑地洞的时候 我们送了帝母经 所以这是补天消灾化解 那现在师父老祖又开示 唯心法门补天补体立人天 当下此时应修补人心 一修补人心 唯从世界和平 天灾勇息 天文勇息 五谷风等事根本 大家吃饭都没办事 吃无饭天下就大乱 所以要五谷风等 那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 反正你战争和平 都是由人开始 你要和平到还是要人 因为大家这是生命的共同体 所以我们学义经风水 有学术方面 还有加上宗教的修养 那像最近的富士山 富士山 火火山 美国房石公园的 这个火火山一样 我们还是在送了天德经 去消灾化解 所以我们的火门 就是不只为了个人的平安 还整个世界人类的平安 都在上面 所以我们也祈求 这个天灾勇息 天文勇息 五谷风等 人类永无基石 以达到世界和平 以上简单报告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我们刚才我们的元人法师 从教育谈起 其实我们的敬爱的师父 很原来产师 也一直在倡导教育 要从最基层而来做起 就在我们这几年 也倡导的儿童协议经 在去年的 在今年 今年的暑假 也办了儿童的夏令营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这次的夏令营 也还是在台北的大安市举办 办得非常的成功 原本只要招生三十位 后来招生了将近六十位 再来就是我们大专班金金班 今年已经迈入第十三年了 我想起很久以前 第一届大专班的时候 刚在办的时候 我儿子刚好在读小学 我就跟我的小儿子讲 如果有一天 我的大专班继续办下去 你一定要来上大专班的金金班 这样 一年一年的过 终于来到了十二年 我的儿子就上了大专班 我的儿子就上了大专班 我也去上了一个课 借着那个课我也讲了一段话给他听 我说我们书家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家族 我跟我的三个小孩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从来没有互相拥抱过 为了那个课讲完的时候 我儿子抱了我一下 这也就是人文 也是人文 所以我在今年的年初 我就告诉我的儿子说 你今年要去当辅导员 不要等到袁德妈妈打电话来告诉你说 佑敏啊 你要来帮忙哦 他问我说为什么 当你自己去提醒别人的时候 那叫做知识 当你自己发起的时候 那叫做智慧 如果你打电话去 说你要自己来当辅导员 那叫做智慧 当有人提醒你来的时候 那叫做智慧 所以我也发现到 我的儿子也长大了 也长大了 我昨天回到家已经一点半了 凌晨一点半了 我打电话给我儿子说 你不能睡觉 这样 我家住五楼 我家没有电梯 他就下来告诉我说 我从来没有出国 但是我每一次都要帮你拿行李 这也是人文 这是人文 所以从我们的儿童协议经 还有澳城夏令宇大专班 还有我们的社会的成人班 还有我们的硕士班 硕士学生班 博士班 再告诉各位 我的太太是我的学生 我的两个女儿也是我的学生 总尽快 我的儿子也尽可能的尽快的成为我的学生 那也是人文 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是由自己做起 所以刚才我们颜恩华士有提到 命 风水 教育 这是非常重要 我认识师傅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认识师傅 为什么 其实我不相信风水 但是因为我父亲已经往生很久了 我们台湾有个习俗就是要把往生久的人 把他的骨头捡起来 那也录翁在进塔或许在埋葬 那时候我就认识了我们的大凡士的主持 袁同禅师 他去帮我看我爸爸的风水 站在我爸爸的风水的后面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这个风水不能捡 每天吸血就对了 我心里想说 我是请你来帮我告诉我哪一天可以捡骨 我心里有点疑惑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这门风水会出很会读书的人 我现在连现在在讲话 我都有一点点起鸡皮疙瘩 为什么会有人知道 我家会出一个非常很会读书的人 等一下我跟各位提 再来就是说 他告诉我说 你们二房不会缺钱 我认识我二哥55年来 我二哥真的不是很有钱 但是他从不缺钱 我大哥的家 确实出了一位非常读书的人 我的侄子是读英国牛津大学 太空材料科学跟经济学的博士 两个博士 读了三年半 也就是英国牛津大学 成立八百多年来 亚洲第一位三年多毕业了 当时他在读的时候 现在的总统马英九 现在的大台中市市长胡志强都去看过他 我想想为什么他会知道 为什么 我想说那大房很会读书 二房会不缺钱 那我三房应该两者都有 结果不是 结果不是 我的侄子三年多就毕业了 我想说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风水的问题 那也是人文 因此我跟师父就结缘开始学习义经 我才发现说 不是 大房好的 我没有 二房好的 我也没有 因为我投资了一个生意 我跟我太太说 有人找我们做生意吗 他们就来做看看 我太太告诉我说 好啊 只要有人找我们 就是看得起我们 所以我们就投资了 做了还不到两年 我们全部都没了 全部都没了 所以别人有的我都没有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就像刚才我们 言成法师讲的 我也会非常努力 像我们原因那么的专注 是非常重要 这样 所以我们下一位 我们就邀请我们 言成法师来跟 跟各位来谈谈 他跟师父 也就是杨益成 他有个别号 能不能称为大侠 大侠 大侠就是 来无影 去无踪 但是今天没有 今天他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来了 又有影 又有踪 希望他能够将他所学的 告诉我们 谢谢 今天的主持人 颜峰法师 各位法师 各位讲师 各位贤士 阿弥陀佛 今天讲这个品德教育 我觉得说 在我们不管是大专生 或是初中的 或是小学的 这个品德教育真的是很好 很重要 就以我为例 我当初参加这个 我们维心中师父的这个班级的时候 我是抱着消磨时间 那么在参加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台中道场 在电机的时候 这个 我们就在这里搭这个棚子 那我那时候是大安寺 派我们大概是六位也八位在台上送金 在送金的时候我就 我由台上往下看 我看到一位瘦瘦高高的 那个就是五董事 那么我看 我一看到他 我觉得说 这个身影很面熟 那因为我也不敢去打搅 这个 这位师兄 那么我下台了以后 那么我就走到前面去看 结果没有错 这位是五董事 他是我三十年前 我跟他 因为那时候 他在师大师范大学的时候 我在跟他做这个 学校的视听教材 因为他坐在法会的时候 他一个人坐在 就师父的后面就是他一个人 我就觉得很纳闷 这个是什么人物 怎么一个人在那个地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副总统李秀莲 李秀莲在师父的后面 在后面就是那个五董事 那我就很纳闷 他为什么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 后来我就问这个庭宴协宴的院长 张院长 我说我董事是何等人物 他说 这样子 第一把交椅 就是 不管他布施或是各方面 都是第一把交椅 我才不寒而栗 为什么 我们三十年前我跟随他 三十年后 我不知道他的生意说做得这么大 做得非常的大 所以说 人 真的是 不要做 品德方面 或是各方面 有亏心事 到处都会遇到 不可以缺费钱 雜伴你就会给别人带到 我就是那个 吴董事我一看 哇 他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 我说三十年 三十年没有见面 而 我当初 会做这个事业 而我也很积极的 要 一金大协 或者是说 我们其他的 有建教合作的大协 我很积极的想要念书 因为 我的协士不够 那我做这一个科技方面的话 很现实 比如说 我是做这个 HP跟Epson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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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 就是说 代理他们区域的经销商 他们的业务员强到什么程度 他们国外的 engineer sales来的时候 top sales来的时候 就是高级业务专业来的时候 他国外都是跟着一个外国人 他 听你讲这个价格 比如说这一台印表机 或是说这个机器 卖多少钱 你这个shopping 这个店里面 讲多少钱 他不听 这个业务员他不听 他说你带我去你的经销商 我要了解 听销商讲卖多少钱 因为经销商都会骗 都会骗他说多少钱多少钱 其实我们经销商都是互相的销价 销得很厉害 他们这个type sales 他们的程度都好 他讲日文 他日文马上给你翻作国语出来 讲给你听 他讲英文 英文马上翻出来给你听 你看他们这个程度多好 他们不但程度好 而且 彬彬有理 你完全看不出来说他有这么高的学问 那个要translator 就是说这个要翻译的话 尤其是我们专有名词 机械或是电子 他马上讲说这个专有名词 你没有念这个什么 其他什么政大交大台大 那个理工科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翻出来 你知道吗 各位要了解这一点 但是他们程度这么好 非常的谦虚 那么有一次 我去台大造船系 我去送货 那么那个老 那个里面的里面 我看的也是 这个很老的这个 这个四五十岁 我也看不出来 他有说啊 他说 他说我给你倒帽 我给你倒帽 我说不用了不用了 我给你带就好 他说没有关系 我给你倒帽 我跟你帮忙拿 帮忙拿 拿上去了以后 他才去做 然后那个旁边的那个 学生就 他说 他说教授 教授 哇 我就知道 教授亲自出来 把我帮忙拿这个东西 可见 这个品德教育 老师 念得业高 头姿态之低 低到你自己根本无地自容 台大教授耶 后来我才问这个学生 我说同学 请问一下 那个是谁 说我们主任啊 我们造船系的教授啊 哎哟 我害怕了 你知道吗 那有一次 我也在马街医院 我碰到颜峰法师 我碰到颜峰法师 我也很抱歉 你知道吗 我两支手 干的东西 他在那正面 啊 我是在抱歉 我自己在那摸东西 摸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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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所以说这个品德教育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我们公司也有一次聘请 这个几乎每年都会请 请这个公读生 那么来请公读生来做嘛 请差不多两三位公读生 那么这公读生来的时候 做到第四天 公读生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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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没做 我说是怎么办 他说 骑摩托车 骑到台北车站 东西那个东门出口 他说来回 他说动不住 腳趁痛 你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 屁股痛 他说动不住 你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都没有办法吃下去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在做 第五天你在做 我说你勉强做下去 不要说不做 因为你做五天才有薪水可以淋嘛 不然你四天做你都白做 我说第五天你就在那里 你就在那边这个办公室坐着就好 我说你就不用出去 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就在诉苦说 为什么不让我坐在办公室里面 等一下起 按这个电脑 按东按西 这样子 然后西装穿着 我说我也是会要 但是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业务员你要自己去 尝试 自己去 跟客户 touch 你才能够了解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再来一个 这个客户不认识 你去第一次第二次 我以前中科院也 中传公司跟中科院我也是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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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